最高現場歡迎 早上報復了中科三期的控告案 是不是影響到目前 要在英文的序能又有達到呢 今天的行政院長官對於表示 款部署已經有條件 通過了中科三期的款品 已經符合到故意的要求 作為中科三期的合法是合法的行為 最近引起環境不合 跟建制開發前期的中科三期 停止製片案 設立出現中台專程 最高現場歡迎 對中科三期的控告 採點報復 這個結果對已經有超上進座的 後裏本屋七成的農場 行政部門堅持預期 停工不停散的狀態 是不是也會受到影響 會知道行政議長五段期表示 八月底 款部署已經有條件 通過中科三期的環評 中三期實際上已經完成改黨 開發跟英文都是合法 新的環評結論已經出來了 重新通過了嘛 那所以已經滿足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那個 設定的條件 因而現在恢復開發行為 難以屬合法 中科三期 那我就必須要很鄭重的表達 如果引起這樣的疑慮 這部分我要道歉 這幾天四年 引起洪浦的五段期 這兩天 神經都吃了六軟 還要公開要求 要求六軟 一定要求六軟 不可以讓企業 變成要求六軟 希望正義就這樣結束 記者綜合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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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